请各位先开启那个公式里面 公式里面有个名称管理员 那这个名称管理员是里面主要是怎么样 如果你已经定义好的名称 它会在这边出现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OK所以未来你想要知道说 这个档案里面呢 它已经定义好多少名称的话 你可以从这个名称管理员去找到 那我是建议各位先把这里面的名称怎么样 全部删掉 我们重新再来过 因为等于是如果已经都定义好了 你像刚刚学习已经定义好了 那你怎么知道怎么定义这个名称 所以我们重新再来 里面的话呢 我们分别定义哪一些东西 那要怎么定义 在一生用里面 如何去定义名称是比较方便的方法 那总共后面呢 我们会有至少三种方式 三种方式 怎么做 特别说定义好名称的话 要确定一下你那个定义的范围是不是正确 因为之前有同学也许真的有那个名称 但是范围搞错了 所以做出来结果也不正确 所以一请你各位注意一下 一请你把什么 这个C1变成叫总发行股数 那以后的话一样配合F3可以 反正用那个名称代替这个位置 那怎么样定义名称比较快 一请你先把游标放C1 二的话呢 按一下定义名称 那这个定义名称的好处有没有 你会发现在那个一样公式里面 公式里面会有个定义 游标先放C1 然后按下定义名称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把前面的名称 带到这边来 总发行股数 那你可以把它按确定 它就会定义一个名称出现了 那再来 特别重要 请你检查一下 在名称ofok 名称管理员里面 找一下 我已经定义好一个 总发行股数 那它对应到哪里呢 请各位可以看一下 以后呢 这个名称 它指的就是下面这个 就是在股票配股的 这一个工作表里面的C1 指的就是这个储存格 那当然未来你要修改的话 也可以再修改 然后旁边有个打勾 就表示说你要修改 ok 那我们先建第一个 位置不要错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建什么 分配盈余 一样的方法 把游标放G1 定义一个名称 那它的优点是 它会自动帮你把分配盈余 四个字带过来 那你按确定 G1以后就代表分配盈余 ok 第二个名称 第三个呢 我希望怎么样 那股东姓名代表的是 从A4一直往下 到哪里呢 到这里 然后呢 原有股数就是 从B4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C的话呢 业绩就是往下 一样的范围 然后 然后D的话也是一样 这个范围在往下 可是我这边有总共有 A到H栏 有八个栏位 那如果说呢 我要重新定义 像刚刚这样的话 我要做八次 那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 可以帮我把 这八栏做一次就完成 当然有 怎么做 一 游标放A3 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一样哦 向右向下 那选的时候特别注意哦 请你选在A3 为什么 因为我将来 一次要全部做完的话 必须要选到它的名称 那它的原理原则是什么 自动抓这个范围里面的最上面 最上面的那个储存格 当成是名称来源 所以第一个先把这八栏选取 第二个的话呢 选择在那个 我们刚刚定义的下面 一样公式里面 从选取范围建立 这个地方点下去 顶端列打勾就好 其他不用打勾 为什么 顶端列部分的话 指的就是 我的名称来源 是在 这一个范围里面的顶端列 那它会怎么做呢 会分别把你一个栏 建一个名称 一个栏就建 所以有八栏 它会建八个名称 按确定 试一下 确定顶端列 这个时候你名称管理员里面看一下 一定会有个股东姓名 所以找一下股东姓名 对应到哪里呢 如果你不确定 你做的是否正确的话 请你把游标 停在下方 参照到 点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呢 它的虚线 就会告诉你说 从A4 一直到A58 那里面上应该没错 这个范围 其他我想 一样的方法 总共 又建了八个名称 所以刚刚有 总发行股数 叫分配盈余 再加八个 所以有十个了 这个一个 两个 然后这边有八栏 总共十个了 再来的话呢 有十个名称 再来就是配股数量表 这个配股数量表 请你把这个名称点两下 因为我们可以想说偷懒的话 省得打这几个字 Ctrl C 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在配股数量表里面建一个范围 那第三种建立方式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在这边 定义一个名称叫配股数量 你可以选取A2 到C7 就是不包含栏位名称的地方 选起来之后 请你在 它的左上角 会有一个小小的视窗 那个视窗 你可以把刚刚的名称贴上 配股数量表 按个Enter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帮你把什么 那个名称叫做配股数量表 所以第三种建立名称的方式 其实基本上建立名称的方式 大致上会有这三种 定义名称 从选举范围建立 直接在这里输出 这三种其实都可以啦 只是说你要针对不同的资料 用不同的方式定义可能会比较简单 然后税率表的话把它点两下 Ctrl C 这三个字复制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把B1 一直到E3的范围 做什么呢 给它一个名称 叫税率表 我前面讲过了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它的栏位名称在 左边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查询的话 就只能用HLOOK 刚刚讲过 OK 所以我们又定义了两个 配股数量表指的是这个范围 税率表呢 指的是这个范围 然后把它给它 当然你将来游标选取之后呢 一样上面会显示这个名称叫什么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就建立总共有 两个上面名称 再加上八个栏位 再加上配股数量表 税率表 总共的话有12个名称 OK 所以建立好名称之后 那你想说干嘛那么麻烦 还要建立 那将来建立好之后就比较方便 怎么说 后面的话 我们题目里面呢 会有几个功能需求 就是以下各位看到 所以在题目里面 我们刚刚分别建立名称 就是刚刚讲的 总发行股数 就是C1 G1是分配盈余 然后股东姓名再加其他的 总共八个栏位 然后配股数量表 税率表 这个是第1个 所谓的建立名称 第2个到第6个 其实就是什么 要去算 包含什么呢 你的业绩 业绩怎么算 所以 分别后面有一些栏位的需求 那其中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要统计什么 统计他的业绩 业绩跟分配股数 那这边的话有一个规则 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的业绩 到配股数量表看一下 如果是1000多万的话 可以配3万5000股 那当然 不是要叫你用打的啦 而是怎么样用查的 可是我要怎么刚好呢 如果他的业绩多少 分配多少股数 像1400万 分配3万5000股 那如果是890万的话 你可以切开 他是分配2万5000股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是用眼睛看 我要 把它查回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还有有关 现金鼓励一直到 这个后面 其实题目里面都有相关的要求 那请各位 先把刚刚的名称定义好之后 再稍微了解一下题目 其实 如果你名称定义好之后 后面要来查就非常的方便 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